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而且今天是兔年的第一集 先祝大家突飞猛进兔年行大运 今天第一集 有没有发现说很多朋友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开始觉得我们在过年的节目 或是过年之前的节目 所跟各位所讲的事情不但发生 而且那个幅度还蛮大 就是大涨了 各位注意哦 所以今天两个重点 等一下会跟各位来做报告 第一个呢 我们第二阶段再来谈好了 还在过年期间 我相信过年很多人去拜财神 其实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节目之所以跟一般分析师的节目不同 我必须要讲一句话 各位我必须要从这个角度上面去思考 很多老师讲的叫做伤法 法律的法 我讲的叫做伤道或者说古道 什么道理的道 所以呢今天来我要先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 兔年兔年嘛 先蹲后跳嘛 所以呢今天能不能动手 要等他蹲下来的时候才能动手 第二件事情啊 各位注意啊 这个就叫做伤道 为什么在这个贸易时机的状况底下呢 会出现像东哥游艇这样的股票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来做报告 那么现在呢需求决定 有哪些需求 那么甚至是物极必反的一个现象 我等一下会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来报告 其实我必须要这么说 我非常推崇啊 各位在拜财神可能都不知道财神是谁啊 那我很直接的讲一件事情啊 不敢各位拜的是任何一间庙 里面一定有一个叫做陶诸公啊 陶诸公就是这位啊 陶诸公啊 陶诸公听说啊 第一个既然是他的老师 这是一个传说 第二个至少他看了既然七彻 我们等一下会从这个地方呢 跟各位来讲一下 如果你今年想要发财 你总要知道财神是谁啊 你总要像我们今天 我每一个会员都有交代说 今天我们开门第一句话 开门第一句话讲什么 财神请进来知道吗 看到我要讲什么 财神老师请进来 对了来 大家给自己今年一个掌声鼓励 加油加油好不好 所以呢我今天来我也不跟各位讲说 哇我刚刚看了好多节目说 我们过年留了一大堆的股票 所以现在赚大钱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 现在在过年耶 不要讲鬼话好不好 我过年讲什么 什么新的股票叫我会员朋友留下 我跟你讲会员朋友几乎都没什么人留 那我们必须要这么说 旧的股票呢 包含军火概念股呢 包含像这个8033雷虎呢 我相信会员朋友一定是有留下来了 所以原则上我们的确有留股票 但是是留我们长线上面认为比较好的股票 甚至呢短线上面赚的钱的股票 会员朋友不用担心了 这两天有机会都可以买回来 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策略 我说呢 你如果说今天要遵照台积电策略 遵照国际局势去做的话 亲爱的投资朋友 证据拿出来才能证明过年前 你就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我必须要这么说啦 这个必须要很多年的累积 不是你买个什么软体财神 软体什么软体就可以干嘛的 我先跟各位讲 各位注意一下下 过年前谁教你的啊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说 当时我还讲个笑话耶 我说赶快去看德国股市 去看法国股市啊 LV创新高啊 有没有发现啊 那么过年前我就说 德法就已经是先大涨了 但是各位注意哦 过年的期间哦 德法是没有涨的哦 甚至道琼是没有涨 过年前呢 那道琼就先大涨 尤其是德国大涨 那德国大涨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呢 影响最大的欧洲啊 已经先涨上去了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1月12号股市现场 当场还有这么多分析师 还有民主持人的 我说欧股拉高 废办台股整理头肩底啊 那么现在呢 在15475以下都是安全机会 各位看一下今天指数 15493啊 是不是一下就跳上去 哎呦我不喜欢这样子跳啦 最好分三天 我们大家也可以多赚一点嘛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行情我们是不是跟你讲对了 甚至我也跟各位讲说胜选持股啊 那么过年的时候我看到有人还在讲长龙 有人还在讲万海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 我真的讲必须要这么说耶 各位啊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 我们这样的态度是不是值得各位在今年的时候 更加信赖我们 尤其是你去年还没下定决心的 我觉得今天第一天大家不要讲嬉笑 再厉害今天一支长龙板好不好 甚至直接跳空长龙 你也追不到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在整个一个行情里面 所有的分析绝对是有所本 这个虽然上面那个没有印到 但是各位应该可以看出来 这370这是台积电吧 没有错吧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一开始就跟各位讲说 哎不对哦 注意哦 台积电跳空开高这么多 指数有保护空间哦 这是法人打算要报 这是向上封关哦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些都是过年前跟你说的 所以呢 我必须要这么说 过年前有很多人在做持股体检 有的人叫你把股票全部卖光光 你去问我的新会员朋友 我现在直接讲 我们新会员朋友 今天一定有接到一通口去 我说今天涨上来 那么我们给你的持股体检 一定有告诉你过完年之后会涨 过完年之后会涨之后 你要去寻找你那个股票 开高之后的价位 落势股票 还是要记得要卖掉哦 我想我这个部分还是跟各位讲 OK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只能这样告诉大家 各位看一下所谓德国股市 那么德国股市现在不断的 往上来做一个拉高 还有法国股市往上来做一个拉高 它会不会出现一个假突破 不知道 但是呢可以这么告诉大家一件事 我们从10月开始跟各位讲说 有一波啊 这一波叫做无机之谈也好 这一波叫做所谓手机的做梦行情也好 或是呢大家认为啊 今年里面所有的利空全部出境也好 那么这波会有一个资金的反弹行情 但是这个反弹行情呢 在全世界的成交量都是不够 所以反弹到一个高度之后 像现在呢已经碰到颈线了 我认为接下来呢 你不要去想那个指数有多高 接下来又是一个所谓盘整 这个盘整的过程当中呢 还是一样 强者横强弱者横弱 你看 人家别人过年前就开始开心得不对 你自己再看一下好不好 我就找一档 我们过年前就开始放着 你不要讲说老师 8033雷虎之前长得好凶悍好开心 美股上去总会有后面的 还继续在跟进啊 这次叫五二八字金宝 这也是属于飞机引擎零件的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所以今天来啊 我们先讲一下陶珠宫定律里面 非常重要的这句话 完全都是符合我们的策略啊 我说贵出如粪土 剑取如朱玉啊 那什么东西是所谓的朱玉呢 各位难道没有想到一件事吗 过年的时候台积电会这样子 猛冲猛标啊 那只有一种人他不怕啊 就是美国股市有在开的外国人嘛 所以外国人他当然勇不勇气 赶快继续买 我们台湾股市没开你不敢买啊 所以一买突然跳上去啊 所以其实美国的AD啊 就是这样突突突一直堆上去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我在过年期间 还有包含现在跟各位所提到的 我说请你注意哦 当台积电这么涨上去 当美国的超围这么涨上去的时候 那没关系 你说老师今天少赚台积电10%耶 没有到10% 7%多一点 7%耶 OK 7%就7%吧 各位知道台积电 现在这个距离已经这么长了 你要去找一个 可以这么说 跑到哪边去了 找一个 来 还在这 还在这个 跑到哪里 跑到最低点附近的 最低点附近的 所以各位你要从这个角度上面去思考好不好 也就是说跟台积电有相关也好 或是IC设计有相关也好 那么属于最低档附近的 台积电都长到这边去了 那他从这里上去 而且这个地方来讲 一定是跟这个 所谓今年的需求有相关 我还是跟你讲需求有相关 你不要说老师 今年电子股就随便买 有人说老师我买VR 问你一件事 VR你觉得 你今年过年不买给你儿子VR 他会不会不高兴 好像不太会 但是如果他手机坏了 你要不要给他买手机 要啊 懂我意思了没有 而且这一次来讲的话 手机有开放新的规格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这个手机新规格 手机IC设计补偿股 那么我跟你讲 提着灯笼找股票的意思 那么我相信你应该知道说 在短线上面是非常具有机会的 各位可以从这个角度 上面先来做一个思考 这也是今天呢 我们开春啊 可以说是第一次跟各位讲的 今年马上可以去观察的产业 我过年的时候去跑了三创 跑了光华商场很多次 这个东西卖得非常好 什么呢 我希望所有朋友 赶快来跟我们来做一个了解 而且呢 我经常讲一件事情啊 股票市场有两种操作方法 一种是在家里面看书 看到之后呢 就像所谓的你会计学在好 其实你不见得股票做得很好 你投资学在好 你股票不见得做得很好 有的老师就整天只会考证照 那也不见得很好 要不然的话 以前不是有一个考十几张证照的 结果呢 现在也消失了 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做股票呢 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贸易时机啊 那你说老师 今年兔年耶 兔年好像很难做耶 先讲一下 去年更难做吧 去年那个指数这样 咻一路上往下跌 记不记得 这一路上往下跌 我怎么带你去图围的 我相信各位应该 印象非常深刻啊 所以今年也有相关性质的贸易时机啊 你说老师 什么样的贸易时机呢 各位注意 那么只要你是我的YouTube的成员的话 或者说你过年前有看我们节目的话 我都跟各位讲过一个故事 这个人是我啊 挺帅的吧 过年大家开心哦 不是说要称赞自己 我长得不帅 但是各位 车子挺帅的 看到没有 我先告诉大家 金融海啸2008的那一年 那不是我发现的 应该这么形容 我自己觉得 当时我就看到说 美国哈雷汽车 那个时候台湾没什么哈雷汽车 美国哈雷汽车怎么这么多人在骑 哈雷的股票怎么在涨 所以我就开始去想说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呢 各位注意啊 金融海啸这样一路跌下来的情况之下 结果呢 还剩下哪些人有钱啊 各位 剩下有钱人 真的有钱啊 就是以前在买那个什么 什么小牛大牛的 那个一千万一台跑车的 那些高端消费它没有消失 那些LV它没有消失 所以请问各位 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 已经不是马斯克了 而是谁 而是LV的老板 看到没有 法国巴黎指数几乎快要平钱高 所以那些高级消费的是没有消失的 后来苹果也变成高级消费之一 但是总之呢 高级消费的是没有消失的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你看一下我过年的时候在讲什么 老年这要多少钱啊 淡水大道城台南以后都不会堵车了 你一定要想要叫我把它掰下来 我正努力当中 但是各位 你还没有买之前是不是可以啊 从这里先开始观察啦 我是不是告诉你金融海啸的时候我去骑重机 高端消费不会跌啊 结果呢 过年前就工帐涨停了 结果呢各位来看一下 融资大减融券大增 现在最麻烦的是融券 今天第一支最夸张的股票 最夸张的股票 再看一下我过年在干嘛 所以呢一个赚钱的脑袋 带着你就会赚钱 一个赚钱的观念 带着你就会赚钱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看过我脸书人 大概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看过我YT 看过我这个这个 这个赖的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亲爱的投资朋友 跳空直接掌停啊 所以我经常讲说 各位你们跟着我必须要学习的 除了我带你们操作股票以外 有的是我观念给你们 你们要做得到 不要我讲了 结果啊 好啦最后就就我们几个 准融的大家可以开心了 但是各位 其他朋友应该也多多少少有了 我想我这么跟各位讲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年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今年兔年呢 可以说是个标准的先蹲后跳 或者有蹲有跳 不能说先蹲后跳而已啊 因为如果大盘的话是兔手比较好 但是个股的话先蹲后跳 有很多个股呢 请你注意哦 台积电大涨了 他还躺在地上 其中之一是他吧 同不同意 今天他还涨得不错吧 所以我的答案是这个吧 你说老师哇这都700块 那个东哥400 一张40万 对啊一张40万过年前叫你留 打死你都不会留 我后来问了好几个朋友说你要不要留 他们说不要 但是 好啦这就是擦肩而过的感觉 下次大家一起改进 好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放心 我一定有预备方案 一定有B plan B plan在哪里 提着灯笼找股票 就是元宵节你要给我办到 元宵节前你要给我办到 那么同样的IC设计补涨股 这个股票跟台积电一样 那么后面还有接近20% 30%的涨幅 甚至跟特斯拉一样从低点上来 所以这次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叫做所谓低档补涨股票 低档而且有哪些个股 它本来就具有价值 结果过年前你就是放在那边 你就不给它动 那你就自己可惜了 今年的这个新产品 是唯一在电子手机上面发生的 你要不找它后面很难找 我只告诉各位一件事 今天不用去追价 追价不见得有利润 我认为台积电在这个高度 会停一段时间 会停很长一段时间 让后面很多股票 那我只能告诉你 像连巴克这样子来做一个追逐 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是IC设计 不是IP哦 IP涨很多了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么我已经准备好股票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咱们就集合 好好的享受金兔年行情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我们休息一下等您电话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投顾 02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2781-0909 2781-0909 当年国民华官 怎么可以用白人找麻烦呢 我没讲解 怎么办 没关注 国民华官的资料 都是保密 网友隆管也不能去想 而且遭到国民华官 是犯罪的行为 所以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好 听你说 我就放心了 来 古董 你还要水好吗 不不不 水人 去哪里水人船 谢谢 国民华官 希望您一起参与 那么今天还是天公生 天公生 那么甚至呢 大家还是有人在迎财神的日子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大家在拜财神 一定要知道财神的道理 但是呢 我常常讲一句话 财神呢 你看 说实话他如果不穿官服的话 你就当他是一个普通人 像这个桃朱公 也就是这个范黎 西施的老公 知道吗 春秋时代 西施的老公 西施的老公原则上来说的话 他走在路上 你也看不出来他是财神 可是他真的就有他的财神 所以呢 今天还是有一句话 跟对财神 跟跟到摔神 你一定要分清楚 那么其实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到 像去年啊 这种一路上往下滑下来的情况啊 跟错了 那真的受不了 那我也必须要这么说 今年你也不要太开心 我直接这么形容了 今年呢 长期看起来呢 这一波啊 你不能说在这个地方就开始空啊 那个没有什么意义啊 我可以这么讲 要空的地方 可能会非常接近 这附近的一个高度 但是是不是长到那边 到时看了再说 你看一下 那个德国跟法国 那就真的 如果你跑去空法国股市的话 这下不得了啦 你跑去空法国股市 空LV的话 全世界唯一会涨的 就被你空到了 那你不是很冤枉吗 人家全世界唯一会涨的股票 你不要给它空下去 好吗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我们说过啊 既然七策啊 那拜财神里面 其实财神里面 真正有做生意赚钱的 就是这个陶珠公 就是范迪了 我们叫他陶珠公了 基本上他你看 他说需求决定 所以需求很重要 我们今天所讲的股票 就是要需求啊 你不要说老师 我也是IC设计啊 你IC设计的 大家都还有剩你 那个没有用啊 顶多说你的库存变低了 到处都还在裁员 你要注意到这个啊 所以今年你要一定要懂我这个财神 这个财神的七策或者既然七策啊 各位看价格调控论啊 贸易时机 贸易时机就刚才跟各位提到了 贸易时机啊 在这种时候高端消费LV 在这种时候高端消费重型机车哈雷 在这种时候东哥游艇啊 基本上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点啊 所以物极也必反 去年就要知道物极必反了 那现在呢你要做这件事啊 那么贵出啊 你出的时候很多的股票 那个为什么去年很多人 这个航运股出不掉 心态上受不了 我出掉之后 万一他继续飙什么了 要再像粪土一样啊 我出去他就不飙了 那跌下还有还会不会再跌啊 那见取如诸欲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还是要告诉你说 你要找到一个你可以相信的 而且呢能够懂这些道理的 来跟各位来做报告 你看该动手的时机 我从来没有慢过 甚至我都会觉得说 我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消费者 我才能够知道说 到底这支股票要往哪边走啊 所以我过年在看这个了 我再看看说我是不适合 这还要租船位 还要请人帮你打扫 还要租码头 所以这个比重型机车 是麻烦一点点了 但是各位你们有发觉 我所有的股票 我现在要补这句话 我刚沉默了一下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所有的股票你都知道 你就是自己的财神啊 只是有没有像我这样的 领先的财神 或者说像这个陶珠公来给你点醒啊 我问各位一件事啊 我们不能用中国大陆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摄像镜头 大家知不知道 川普早就跟你讲了 等到拜登你还不动 等到数位部成立221块钱的时候 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是不是应该 你有没有想过啊 连你们大楼都在换 换这个所谓监视摄像器 连你们的地方政府 那么不管你是哪一个县政府都在换 难道你没想到吗 请问一下地方政府 他们找谁来做训练 说我们以后的软体不能被中国大陆吃进去了 那叫华金嘛 那是不是就 这个东西就叫数位部 那是不是就发生在你的身边 所以我说过很多事情 它就是发生在你的身边啊 然后呢 你看各位看到没有 然后很明显的各位看到 来 那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几乎快 有人说几乎快打起来了 对不对啊 有人说几乎快打起来了 或者说你先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打仗 我去年有没有带你坐这个雷虎啊 你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 你还不晓得无人机要涨 我甚至还告诉各位说 你去看那个蜘蛛人离家日 现在还有重播啊 有没有 阿兵哥 你现在你的意期要延长了 你的意期要延长了 难道你没有想到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1584的金刚 今天还在往盘中的时候 还差一点涨零板 而且还保持住多头的态势 你说这不叫剖断 我还跟你说什么 然后去年过年前没有办法 过年前尽量让大家有点现金 卖掉什么中兴店 那个跑去哪里不管 卖掉中兴店华城 这可不可以再做 这些都是你现在可以感受得到的 而且还算是说蛮 不能说蛮准确的 你各位看到没有 经济部长黄美花没换人 我们直接这么说 国防部长也没换人 外交部长也没换人 跟我们最相关的 大概就国防部长跟经济部长 财政部长那也不叫换人 只是换一个算账而已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这市长身上来就是一模一样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政策几乎是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台湾今年缺不缺电继续缺 甚至我们按照今年农民力 现在过年可以讲这个 按照这个计算的话 今年水电可能都会缺 所以各位要记得一件事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我们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会在我的视频里面 跟各位录这个既然七色 每一条每一条的详细内容 但是各位去想想看 我讲的这些事情 或财神爷跟你讲这些事情 那么见取如诸欲 贵出如粪土 你要买进要卖出 那个贸易时机要抓得很准 那个贸易时机要抓得很准 缺电的时候买电 然后经济不景气 反而是这种所谓高端消费会出来 亲爱投资朋友 我讲的也没有道理 我讲的也没有道理 我这张图放了多久了 你还在等航海王回来 你还在等航海王回来 这你换不换 我说过 你不换的话 哪一天回到这里都有可能 你不换的话 哪一天回到这里都有可能 你说我讲的对不对 甚至我还是告诉你一件事 那个叫什么 载板三雄 差点忘记了 8046 载板三雄会不会再回来 我们等着瞧 我就直接这么形容 我必须要这么说 该跟你说的一定要说 财神也不是什么事情都顺着你 不是你求就一定必应 你一定要找到自己对的方向 你不能说 我一定要这个 拜托拜托 我一定要万海回来 你没有看到这句话吗 连货柜都太多了 擅长满出来了 有没有想过 将来20万兵 每五个人就要有一台无人机 每一班 一班就是五个人 像我是班长出身 一班就要有一个无人机 我以前一班只有一艇机枪而已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阶段 先跟着台积电走 台积电没赚到没关系 因为那是法人本来要赚的 你也不敢买 我说真的 但是这个你一定敢买 尤其现在已经开市了 所以越找行动 越以你来讲的话 越能够见取如珠玉 这个时候你要像当作最好的 将来我会带你贵出如愤痛 股价还在低涨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今天是兔年第一天 祝大家兔年行大运 兔来运转 咱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到哪儿 看到哪儿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为您解析 扫描QRCO订阅台股 好事多 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SI九大要理 急迫指标盲点 明镜与点点栏目